欢迎收听长篇官场小说 省委班主 作者徐开珍 来海东调研工作的居然是南越 这次调研的项目 跟海东声势浩大的反腐无关 南越带着国家发改委 还有几家银行机构负责人 以及全国人大财经委的领导 专门调研重大项目投资 与经济次序治理工作 不久前南越联合几位老领导老同志 以及经济学家 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言 要在部分经济发达审分 开展经济次序的有效治理 南越认为 在经济超常规发展的背后 潜在的一股暗流 这股暗流 可能会对我们正常的经济次序 扣成潜在性破坏 甚至殃及到我们的改革成果 中央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也计划着在适当的时候 开展一次经济次序的大检查 正好南越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决定就让南越牵头 抽调相关部门人员 先行在部分的审视 开展调研 为下一步集中整治经济环境 规范经济次序 拿出指导性的意见来 南越这次没有避嫌呢 直接把调研地点 定在了海东 因为陆波还在住院 方南川和马超然 一并到机场迎接 下了飞机 南越并没有跟手捧鲜花的 方南川打交道 华生直接递给了马超然 超然啊 气色不错啊 海东这方水土养人呢 你看你你看你啊 相比前两天精神的许多嘛 马超然 哪能想到会受到如此的待遇啊 一脸鲜花般的说道 多谢首长关心 首长才是精神绝术啊 跟首长比起来 我们差得太远了 不差不差 你超然什么时候炸过呀 对了 最近那个三高不高了吧 不高了 不高了 还是首长给交给的办法好 要也灵 灵丹妙要我 所有的指标都降下来了 一边的方南川听神话似的 破明白什么时候啊 马超然居然跟南岳首长如此的亲密啊 还跟南岳首长讨教养生秘方 正愣着神的 南岳说话 南川呢 怎么不见陆伯书记 方南川赶忙回答 书记出了点小问题 在医院治疗 不能来接首长了 请首长见谅 南岳当下就露出了一脸金色 陆伯同志平了 你怎么搞的 书记身体有病 为什么不向中央汇报啊 你担得起在辞任吗 又转身 冲着马超然发火 南川年轻 不知轻手 超然 你怎么合适 这是小事吗 还没等两位反应过来啊 南岳已经冲身边的人发话 去这 去医院 先看网络报同事 同行者 哪敢怠慢啊 一下子 手脚就忙乱了起来 南岳呀 看着傻了眼的方南川 横怒的说道 还愣着做什么 吐霸霸身体 要是出点问题 我拿你师父 把你手中的花给我 你自己啊 再去买起诉 方南川 呜了一声 将花递给了随从人员 晃晃晃晃的 就往自己的车上跑 边跑边打电话 要神委神府两边人都做好准备 首长啊 要去医院 马超人要上自己的车 南岳部长喊住了他说 坐我的车吧 顺便聊几句 马超人异常兴奋的上了南岳的车 车队赶到医院的时候 医院这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 现场呀 乱糟糟的 扑人目睹啊 首长突然改变形成 这种以前很少有过呀 下面人呢 早就按原定计划 布在了各岗位上 这个时候一变呢 显得那是全乱了套 好的病房这边啊 保卫措施是之前就有的 临时赶来的执行人员 站成了几排 等到首长接见似的翘首以盼 南岳呢 如露无人之境啊 大踏步的朝着陆波所在的特户区走去 南岳来海东调研 陆波呀 那是知道的 第一时间 省卫这边就有人跟他汇报了 但陆波什么态也没表 既不说去迎接 也不说出院 忍就啊 躺病床上接受治疗 孟杰伦他们吃不准呢 跑去请示马超然 马超然说了句莫林良可的话 首长的调研重要啊 但书记的病更重要 孟杰伦将这句话反馈给了陆波 陆波呀 人就是什么都没说 倒是陪着他的小姨子 秦素贞 发泄了不满 为工作操劳成这样子 住院调养几天都不行 就不出院 安心养你的病 谁爱来 就让他来去 来了 让别人去伺候 秦素贞 用了伺候这两个字 陆波呀 觉得这个词 用的比较准确 也比较解恨 是的 陆波的心里 那是有恨的 要是来海东调研的 不是南越 而是别的首长啊 怕是第一时间 陆波就离开医院 回岗位上去了 他就是想要让南越知道啊 他呀 不欢迎他 陆波觉得 自己现在有资本 也有这个实力 表达这种不满了 他倒要看看 他不出院了 南越 能把他咋呀 这南越呀 在医院院长的引领下 庆直的到了病房 方南川和瓦超然 经随其后 陆波静静的躺在了床上 听见声音 并没有睁开眼 装出了一封病重的样子 小医子秦宿贞 倒是站了起来 冲进来的一干人 翻了翻眼睛 望着孟杰伦 说道 不知道书记需要安静吗 怎么搞的 孟杰伦的脸色赫然 他早就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眼神一个劲的往方南川的脸上瞅 方南川却一眼也不看到 当他是不存在一般 听到秦宿贞这样说话 孟杰伦更是惊出了一群冷汗 可秦宿贞是陆波的小姨子 这女人不但骄横还很变态 稍不顺她的意 就会大发脾气 还在陆波面前使劲的告恶状 孟杰伦他们这些天被这个女人折腾得够呛 冰人情况怎么样 南岳走上前问秦宿贞 秦宿贞瞅了瞅南岳 又瞅了瞅方南川 他并不认识南岳 也没拿南岳当成回事 皮子里哼了一声 带了很大的情绪说道 就这样呗 还能怎么样 方南川吓了一跳 但没阻止 这个时候阻止秦宿贞 怕会惹出更多的事来 只好不安的看住了南岳 南岳倒显得没什么脾气 可孟杰伦说道 你是省委的干部吧 孟杰伦马上说是 方南川紧接着介绍道 这是省委副秘书长孟杰伦同志 书记住院一直由他照顾 辛苦你了 南岳冲着孟杰伦说 非得孟杰伦说话 又转向了秦宿贞 你是陆伯的妻子吧 很抱歉 让你受惊了 听到妻子这称呼啊 秦宿贞脸红呢 但又马上镇定下来 我不是他妻子 他妻子到北京联系医院去了 那么大个事啊 居然没人连西医院 秦宿贞又跌跌不休起来了 孟杰伦呢 想阻止 他又不敢 只好任他把一大队不中听的话 给道了出来 难言 重重的叹了苟气 没再追问秦宿贞 跟陆伯的关系 转身批评方南辰 这就是你一个审长该做的 书记病成这样 一 不向上级报告 二 不请进了一起医院 陆伯同志啊 要是延误了病情 有你好受的 马门 转身啊 出了病房 这秦宿贞呢 还想多说点什么 南越的背影啊 已经远去 其他人怪怪的看了这女人一眼 跟着南越走了 方南川的步子 稍稍迟疑了一下 目光啊 在秦宿贞和孟杰伦的脸上 荡了几荡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心事凝重的 走了出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 第349集 南越在医院召开了现场会 详细询问陆伯的病情 医院方面 本来还想实事求是 说陆伯呀 无大碍 身体啊 早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可见南越如此的重视啊 加上陆伯今天又表现的病情很重 主治大夫还有专家组成员 只好一口同胜 说书记的病情比较麻烦 省里啊 医院条件有限 技术呢 也不敢保证 为了不耽误治疗 医院院长最后建议 最好啊 还是紧急 穿往北京 有哪个医生 敢在这个时候说啊 书记的病 他们保证能医好 没 顺水退中 自然就成了最最高明的选择 听完汇报 南越先是感谢了医院方面 对他们治疗工作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接着命令方南川 马上向上面汇报 迅速派人联系北京医院 以最快速度 向陆伯同志送往北京 错完指示 南越也不管方南川和马超然 带着随行人员 往下榻的酒店而去 方南川 再也没了选择呀 只能是硬着头皮 向上汇报 陆伯生病的消息啊 这才从正常的渠道报告了上去 上边啊 也是一片惊讶呀 马上指示 紧急送往北京 陆伯到这个时候啊 才意识到不大对头啊 想反悔 为时一晚 他能说自己没病吗 不能 他呀 只能啊 创的病情更加严重 而且他知道啊 到了北京 还得继续给装下去 安排好了陆伯治疗的事啊 南越疫情 开始了对海洞 做全面的调研 出方南川 马超然外 省里又陪同了许多人 副审长黄卫国 还有省人大政协两边 一把手 也在陪同人员里 南越一来啊 就安排陆伯去经治疗 这让人们呢 嗅到了某种气味呀 没哪个人 敢再掉以轻心啊 大家全都绷着神经 调研组啊 先到南淮和吉东 在南淮 南越重点视察了工业园区 认真听取了南淮方面 关于加快工业园区发展 深入开展两集中 两道未改革 以新型能源和食品工业为主 牵持全面引导 重点突破 高新兼启动 四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战略 快速推进南淮经济 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经验 并对南淮电子和南方联合新型生物化工集团 做了重点考察 除对企业发展与经营面临的诸多问题 做了调研外 南越特别关心企业资金链的情况 对企业投融资方面 遭遇的问题分得尤其多 好在这两家企业 这方面的问题还真的不是太突出 虽然面临一定的困境 但就目前情况看 企业在资金层面上还维持着良性的循环 南越似乎放下了心来 南淮方面举行的招待酒会上 南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充分肯定了南淮这些年的工作 对南淮开创性建设工业园区的做法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的讲话呀 让南淮书记龚学瑞和市长柔刚 放下了心来 两人呢 满面喜色 兴奋得很 龚学瑞这个人呢 十分的有意思 本来呢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到省府上班去了 不只是于川庆啊 陆伯还有陆伯的夫人 都跟他做了暗示 接替于川庆到省府 谈人秘书长 那是班上钉钉的事 那料到 这根钉子没钉着 现在呀 却连板也不见了 按说 他应该沮丧 该泄气 至少会情绪低落 没有 他呀 还是跟往常一样 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低调 谦逊的风格 尤其是对南淮 简直啊 尊敬到了让人可怕的程度啊 南淮不管问什么 他都诚惶诚恐的回答 莫良呀 还要加上一句 没把工作做好 请首长批评 或者呀 听了首长的教诲 启发很大 总之啊 都是些官场上百说不厌 厌了也得说的奉承话 献媚话 但惊叹的嘴里说出来 居然还听不出那种献媚的味道 反倒是觉得他沉沉恳恳 这个也是一种本事啊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奉承话说得这么体面 这么入耳的 而且呀 不显身不漏水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首长面前把殷勤这两个字 做得如鱼得水般的滋润 方南川呢 不得不佩服 暗暗感叹了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上人越来越看不懂了呢 让方南川看不懂的是啊 龚学瑞啊 丝毫没有因为调整班子的变故而受挫 仿佛我那件事啊没发生 也绝不流露出陆伯住院 对他有什么打击 总之啊 乐观的很 相比龚学瑞啊 楼杠就有些呆了 始终表现出本本分分 清静夜夜 有天午休的时候啊 南越无意中问出了一句 这个龚学瑞啊 还有楼杠 你怎么敢 方南川愣了片刻 小心翼翼的回答道 下面的同志工作不好做 又是吃力不躺好 当然多的时候还是缺乏境界精致 哼 我是指人品 方南川呢 就不敢乱做评论了 在南越面前说话 那得十分小心啊 他敢自以为是定然会挨骂 见他迟疑着不肯回答 南越笑了 以玩笑的口吻说道 南川呢 我就我就看不惯你这点 说话要痛快 说错了 有什么要紧呢 难道我会抓你辫子吗 又道 哎 在这点上啊 你呀 就比不了普天城 你的臣服 有时候是做出来的 他不是 他呀 把人情事故 嚼透了 可惜呀 哎 可惜呀 南越 不再说话了 陷入了茫茫苍苍的深思中 方兰川的心就紧了起来 就怕南越啊 突然问出一些让他无法回答的问题 南越迷了一会儿神 睁开了眼睛 冲着方兰川说道 你回去吧 我困了 稍微躺一会儿 方兰川 不相信南越是真的困了 一定啊 是在海东这片土地上 想起了不该想起的问题啊 南淮之星啊 还算是顺利 到了急冬 南越就又开始发火了 不停的发 走哪发哪 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 听什么也不入耳 启东的工作 也确实做得不如南淮 工业企业一个比一个困难 项目引进和建设不自缓慢 也没总结出什么特色 财政收入相比前两年 不但没有进步 反而啊 下降了两个点 尤其是工业员呢 更是没法跟南淮比 引进的都是一些科技含量不高 管理手段落后的淘汰型企业 看了两家 南越就没了兴趣 就连方南川也看得脸红修造啊 之前他两次到海东 就经济增长方式转弯 与工业结构调整 做出了重要的指示 书记贺建勇仗着有陆波称谣 他说东啊 人家偏偏往西 你说这项目不能引进 人家却偏是成堆的往急东引 市长黄勇 心有余而力不足 早就被贺建勇啊 洽空了 这一阵子 只有低头哀讯的份 方南川呢 一开始也不明白南越 为什么会火气那么大 直到离开的这一天 激动召开县级以上干部大会 南越在会上毫不客气的 批评教育了一个小时 期间说出这样一句话 都倒在底子 愣是让你们坐吃山宫 这样下去 我看海东会让你们给毁掉啊 方南川 这才如梦方醒 南越 这是在替普天城 鸣不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 第三百五十集 回到了省里 跳远族 连着召开了几场会议 听取各方面的汇报 到这时候啊 还没有人能看得清楚 南越此行 究竟啊 是冲什么来的 获利啊 到底要往哪个方向集中 因为他们调研的内容广泛 单凡涉及到经济层面的 调研组都关注到了 直到这一天 调研组专门召集金融封面的专家和领导座谈 方南川呢 这才猛然的醒过了神 这方向啊 原来是在这里啊 南越他们呢 的确是冲着金融次序来的 作为曾经在国家金融资金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工作过的南越 甚至不良金融现象 对一个国家金融次序的危害 之前呢 南越就到沿海发达省份 做过这方面的调研 发现啊 在经济快速的增长过程中 不同形式的民间借贷与融集资已经非常忽悦 有些啊 已经发展成为了产业链 地下钱庄 地下银行也非常的盛行 部分呢 甚至都带上了黑社会的兴致 更有盛者呀 地下融资已经演变成了 贪腐 洗钱 去额资金转移等黑通道 此风不煞呀 将会危及到国家的经济主动 开个开放多少年的成果 将会被洗劫 被掠夺 这个话呀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 南越在给中央的建言书里 例举了一系列事实 痛成了非法集资 非法融资 对正常经济次序和金融次序的种种危害 他也担心啊 愈言愈烈的民间高利贷 黑集资将会绑架我们的经济主体 会让我们的经济大体出现巨大的黑洞 连着开了几场座谈会呀 南越的步子又到了企业 先是对海州药业做了调研 接着又到了海东名造一时的海东力兴集团 力兴集团的掌闻人叫曹力兴 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 22岁那年辞职下海 创办了一家数码中心 凭借这家小小的数码摄影中心 曹力兴越做越大 很快呀 就挤升了海州市永定区民营企业的石墙 五年前曹力兴突然气开打拼多年的数码行业 盼起了一家路桥公司 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 短短五年的时间 力兴路桥由原来一家三十多名员工 五百万注册资金的小企业 发展成为了海州乃至整个海东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大集团 目前已涉足房地产开发 公路桥梁施工 新型建材 生物加工 农业重养值 大型矿业等16个行业 跨领域经营 大规模扩张 是力兴集团短期内发展壮大的两样法宝 去说最猛的一年 力兴集团一年就涉足了12个行业 投资翻了12番 目前该集团的资产规模已多达五十多亿 职工人数也达三千六百余人 新管理层就有三百余人 力兴集团是陆波手上的一张王牌 也是陆波在海东竖起的一面旗帜 陆波在海东曾经苦苦地树立过曲立敏的海州要业 可惜屈立敏步子太慢了 从也跟不上陆波的要求 关键时期陆波发现了曹立新 这个敢想敢为的年轻人 让陆波振奋 也让陆波的万丈豪情有了个寄生的地方 陆波数次到立新集团调研 在政策层面上和资金等方面 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曹立新不负厚望 果然如一匹黑马 以惊人的速度和胆略 在抢手凌厉的海东经济界杀了出来 成为了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一度时期 海东媒体将立新集团 誉为海东经济界的一艘航母 并将立新集团的发展扩张提升为海东模式 着实让本来就够火的立新集团又火了一把 但是最近立新突然听不见声音了 之前曾说 立新除了在海东十二个市大规模的扩张外 还在内蒙甘肃新疆以及江浙一带投了不少资 建立起了自己的经营机构 曹立新更是放眼 两到三年要完成立新上市 向立新发展成为一家跨国集团 方南川陪着南越来到了位于永定区广安路的立新总部 一栋十九层的大楼 微然耸立在那里 但是凭着这楼的气魄 就让人对立新集团刮目相看三分 确立 以前是一所学校 边上是建于八十年代的永定影剧院 能将一所学校搬掉 而在学校的地盘上竖起这样的一座高楼 粗见主人公能耐有多大 早已闻讯赶来的各路人马 汇集在立新大厦的大门前 列队中有海州市市委书记康熙市 海州市长 永定区区委书记向明涛和接替秦淮州的女区长 邝爱玲也衣着闪亮的站在那里 南越走下了车 跟他们一一握手寒暄 康熙市半是谦让半是别扭的跟方南川打过了招呼 抢在前边为南越带路去了 方南川啊 扫了一眼 没发现人群中有立新总裁曹立新的声音 出面接待调研组的是立新集团的副总裁 曹立新的弟弟曹立仁和曹立新漂亮的女助理 身称海州一只眉的梅小雨 梅小雨的目光似乎从人堆里穿了过来 望了方南川一眼 又似乎没望 急唠唠的跑去前面开电梯去了 他身穿一身米黄色的裙装 里边配淡黄色衬衣 屁股紧绷绷的裹在了短裙里 两条绣长的腿在太阳下发出异样的光芒 如果呀 你不了解他的声势 你呀 很容易会把他想成一个靠姿色吃饭的女人 方南川知道 他是刘洋回来的 之前啊 曾在省外贸工作过 还到过部门经理 十分的能干 至于后来呀 怎么成了曹立新的助理 方南川不太清楚 方南川啊 有个朋友跟梅小雨是一同学成归国的 几次谈起呀 朋友都说这个女人可惜了 不过朋友又说他呀也算值了 保守估计呀 现在的身价也过了亿 这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呀 很难用简单的标准去判断谁 每个人追求着每个人自身的价值 也体验着与别人截然不同的人生 方南川到海东后啊 朋友多次蛊惑他 让他见一下梅小雨 方南川一直没答应 那个朋友也是女人呢 女人对女人的评价 有时候啊 很恶毒 有时候却充满着暧昧 好在呀 方南川不是一个暧昧的男人 奇怪呀 方南川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为这样一个女人分神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 第351集 多大的会议室啊 坐无虚席 今天参加调研的 差不多有50个人 是调研组分头通知的 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头头脑脑 全都来了 再加上省市区 三级的陪同领导 以及立新集团员工 会议室啊 差不多做了300人 这个是调研组到海东后 参会人数最多的意思 副书记马超然主持会议 海州市委书记康熙智 代表市委市政府 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对南越一行 深入海州调研 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最真挚的欢迎 市长吕梁国 代表市委市政府 先做了工作汇报 就海州这两年企业发展 以及融投资方面的工作 简单的做了个成数 接下来就由立新集团做汇报 谁也没想到啊 代表立新集团做汇报的 不是曹力仁 也不是他们高薪聘请的顾问 原海州市经贸委主任 而是美女 梅小宇 这样的安排呀 让方南川意外呀 正常情况下 汇报啊 那倒是市县定好名单 并进过多层审核的 名单上啊 清楚的写着 那是曹力仁汇报呀 这证字就更换成了助理 而且海州方面 也不做任何解释 方南川就有些纳闷了 不过呀 听得倒很认真 梅小宇也没说曹力仁去了哪 为何不倒回 正定自若的风格 让人误以为 他才是这个集团的掌门人 他呀 分了五个方面 谈了立新集团 这几年的发展 一是审视的支持 二是企业高管层思想的转变 三是技术革新 四是多行业并举 五是下一步的上市工作 不可否认啊 这份材料那是精心准备的 而且呀 绝不会出自集团内部 一定是市里边 放着稿的 这汇报听度了 耳朵啊 就格外的管用 哪种材料 是汇报者自己写的 哪种材料 是经多方面把冠 层层审查的 听几句呀 你就能明白 方南川暗暗笑了笑 看来呀 南越选择这家企业 并不是偶然呢 一定是听到了什么 难道是 这念头刚冒上来 就被方南川强行的给压住了 这个问题啊 太吓人了 真的是不敢多想啊 梅小雨汇报完 区委书记向明涛又做了补充 照样啊 是把这家企业当作神话 遇他为海州大地上的奇迹啊 方南川发现了 南越的神情跟往常不太一样 平常听汇报啊 南越格外的关注 目光从不有理 听到重要处还要打断汇报者 扩问几句 以便啊 了解得更为详实 这一天的南越啊 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方南川几次把目光给投了过去 投见南越在扫市会场 有两次啊 两个人的目光对上 南越还冲着方南川温和的笑了笑 川儿啊 又省视别人去了 看来呀 他来这家企业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听汇报啊 等区委向明涛汇报完 南越适应了一下调研组的副组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意思是想让他讲几句 副主任拿过了话筒啊 简单的讲了几点 汇报会就结束了 南越啊 没在会上讲一句话 会议之后 本来安排的是参观 南越突然改变了主意 将前来参加会议的立新集团员工 打发走了 将陪同市区领导也一并支走 只留下了方南川几个 还有立新集团高管层几位 说要开一个小会 这个小会由南越亲自主持 南越呀 严谨意涵 说之前啊 就听到立新不少的先进经验 一直对这家企业充满了兴趣 今天听了公司的汇报 更让他对这家企业有了信心 这次下来啊 就是要发展好的企业 总结他们的做法 然后啊 把这些好的经验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企业 按照他们的做法去做 南越讲得很朴实 也很平易近人 让与会者的精神啊 全都松弛了下来 方南川甚至看见 梅小雨和曹丽人的脸上 已经泛出了暖和的笑容 没想啊 南越讲着讲着 话头突然一转 还有一个问题啊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了没 你们对立新的经验 总结的不够啊 至少不信 不详实 没有总结说 管场商场 时场情场 竞节上 接入战场 普天城的人生哲学 是否正确 让他们深入下去 和硬直眼前的提示 看看能不能在你们 总结的基础上啊 再发现别的事 让我们下期再见 经验很缺啊 同志们 别看到处啊 都数典型啊 偷离样办 但冠冕堂皇的多啊 骗人的也多 应付上级的更多 真正有推广价值的 哎 少啊 讲到这儿 南越的脸色变了 刚才还暖洋洋的脸上 突然啊 布了一层云 目光锐利 而又沉重 缓缓地扫了一眼会场的 这次啊 我希望调研组 能配合省力 把这家企业的功课 做实做足 拿出一个 有说服力的东西来 南川 你的意见呢 南越 突然把话头 丢给了方南川 方南川 赶紧挣着身子 接过了南越的话头 说道 既然首长安排了 我们就全力以赴 我代表省力 对首长 还有调研组 如此关心海东 关心立信集团 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南越 摆了摆手啊 打断了方南川 感谢的话呀 就不要说了 今天我来 不是听感谢的 是听你们表态的 好 方南川 及时的扭过话头 就如何配合调研组 深入企业 把功课 做足做实 发表了意见 南越脸上的那层云呢 这才慢慢的散了开来 这调研组啊 果然留下了五位专家 在李星集团 这一点啊 南越事先跟海东方面 没打过招呼 李星集团更是被搞了个突然袭击啊 曹丽仁显得慌张 目光啊 咕噜噜的转来转去 似乎啊 不明白留下五个人意味着什么 倒是梅小宇显得镇定啊 再次代表李星集团 对南越还有方南川一起表示感谢 会议再次结束后 时间呢 到了十一点 南越说 原定参观的计划取消 不搞那些过场了 认认真正的让专家组做点事 方南川 当然不敢坚持了 南越要回 海州市委书记 康熙智党走了过来 再三挽留说中午饭啊就在企业食堂吃顿便饭 并且啊已经安排好了 南越笑道 这顿饭呢给我留着啊 等调研组把工作做扎实了 我请他们一道吃 说完 毅然上车走了 如果说呀 这天在李星集团发生的这些呀 还不算意外的话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啊 就让所有人登大了双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